电子景气就是一大杂音利空之一 现在有全球智慧型的手机库存在爆仓 三星就传出有将近5000万只的库存 没有消化 再加上陆系四大品牌的这个库存 业界预估恐怕是破1亿只 也冲击了台厂的供应链 蓝子机身价钱也很亲民 韩系手机大厂三星 销量主力现在竟然也爆冷 整体库存量更飙高到5000万只 比正常水位还要高出将近一倍 传出全球智慧型手机爆仓 陆系四大品牌 小米、OPPO、VIVO、荣耀 销量同样也是冷嗖嗖 堆积如山的库存 加起来超过3000万只 业界更预估 5家飞瓶库存总量 已经突破1亿只 让市场忧心这波砍单 降价潮还没完 冲击台厂供应链 季三季传统的旺季 很可能就会有这个 就是在营收 比较不如预期的一个影响 在财报不会有太过亮眼的表现 在这个出货上 其实营运会受到影响 但是不至于可能像 第一期第二期来这么的惨淡 像是镜头厂大力光 飞瓶手机营收占比就高达 4、5成 营运面临庞大压力 市场也传出 晶片厂联发科 下收第三季铜片量 并放缓新品头片速度 不过联发科不评论 并强调全年成长 展望不变 重复下单的问题非常严重 这个会造成下半年的库存 会越来越严重 产能一开出来 很明显一定会功过于求 我觉得这两件事 才是未来我们要特别留意 而无战争大陆风控 又碰上大通膨 看来这回重伤的消费性电子需求 想恢复元气得等上一段时间 东森财经新闻 可黄明叶子晶台北报导 北京24小时故事直播